人生的精子,假若迷失真火,我们的人生将用族形吃走肉,做事真假为真,更是我们为了盲处满国家国而做出害及害人的事情,造成自己在事实与死后的灾祸。 因此,求道启发了我们内在门的真火良心,真火、雅果、铁、小总和,使我们的人生无论魂末,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。 因此,求道也又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,又可良心之门,智慧之门。